刺激了人链识别系统 因为暑假到来 依然要取消了 ok 来看第一个发福的木乃伊 我丢着其实被你们拿捏的死死的 另外这个木乃伊发福的样子起码有300斤吧 来看下一位 哦对了兄弟们 我再讲一遍 你们都不要发这个表情报了 我评论区全是这个 评论比点赞多 真是服了你们这群脑流 来看下一位 我丢这样的队友麻烦给我来一打好吧 只是不知道这得付出了多少才能换来这些 kd 好了 来看下一位 中所周知 现在天游已经接受了刺激 但是天游官方说可以取消人链识别 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来看下一位 不要再当老六了 他是提升不了你的技术的 打开你的陀螺仪 你要知道你是没有极限的 全部拉满 换上战斧 重回巅峰吧 身法 苏醒吧 身法玩家 不要惫aros know I'm afraid of my 不要委屈老六 战胜他 微快破破 his 坚持自己的信仰 啊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伸法 我 learn 准备好了吗? 圣法玩家 心里崇 nei的那颗心早该甦醒了吧 小心了吧 相信有的同学看完这个视频 自信的打开了和平经营 却没想到自己有生法衣服 却没生法技术 下一位 你们猜猜我这是在哪里 没错我就是在游乐园的摩天轮上 老玩家们还记得这个摩天轮吗 这是S3赛季的出生岛 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常跳这里 因为这里的物资很肥 真希望光子能重新上架游乐场 真的好怀念啊 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是以前的小黄衣 以前我们常常穿着这个衣服组建黄衣军团 你们还记得吗 以前的四季战场非常的友好 以前在决赛圈遇到最后一个人 常常把鸡让给他们 现在变成和平精英了也变得不和平了 真的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 可惜再也回不来了 最后你们还记得这些吗 如果记得的话就对这个视频双击关注一下 想他了就回来看看 这个团队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不陌生 没错他们就是曾经的黄衣军 还记得那时候人手一件小黄鱼 可是最后小黄鱼也随着四季战场永远的消失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 中文字幕志愿者 ~! 中文字幕志愿者 ~! 好